新赛几乎仍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目前他们还是三场比赛一场没赢 战皇虽然数据一场比一场好 但却没办法带队拿到胜利 不过这样的结果并没有影响到乐布朗的心态 今日采访时 他甚至公裁表示 现在输球反而是个好事 在接受Yahoo Sports采访时 詹姆斯是这样认为的 上一场输给老次 我主要是在场上引导和教育队里的年轻人 教他们该怎么打关键时刻 此外他还引用了电影教肤力经典的一段话 具体内容就是 现在短期的输球是好事 可以打下基础 有助于球队长期的成长和进步 此外乐布朗还直言 我要保持耐心 现在的局面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我早就准备好了 如何面对如今的情况了 看来输球完全影响不到专皇 他在用0-3的开局给年轻人上课 当好他们的导师 他都说了输球是好事 虎人球迷也就完全不需要担心了 都不需要担心了